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发现到呢 Mazda Skyactiv-G的引擎通常它的压缩比都比一般的车高 通常一般的车压缩比是介于可能10到12之间 可是这个Skyactiv-G的引擎可以达到13到14比1的压缩比 首先我们需要来看一下引擎的基本运作原理 这里讲到的就是那个四重层的引擎 四重层顾名思义就是引擎里面的活塞上下运动4次完成4个动作 分别是进气、压缩、燃烧、排气 四个动作啦 所以压缩比就是在它第二个动作 也就是压缩这边起到一个作用啦 压缩比简单来说就是 你第一步那个吸气的时候 你总共所吸的那个气的分量 然后在第二步压缩的时候被压缩成多少倍小 如果压缩比是10比1的话就代表呢 那一份被吸进去的空气啊 在第二步引擎的第二步压缩的时候 压到它的体积的10倍之小 根据物理学的原理呢 你那个气体被压缩的越多 它的温度就越高 然后当然它所爆发出来的这个动力就越多啦 讲言道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抵抗 因此呢你的压缩比越多 它的这个反作用力 所爆发出来的这个扭力就越强大 所以你会发现到呢 只要是Mazda Skyactiv-G的车子呢 它的这个扭力都比其它的竞争对手还要高 比如说像CS5的2.0 跟它的竞争对手像CR-V2.0啊 X-Trail 2.0啊 你看他们的对比你就会发现到呢 Mazda Skyactiv-G的自然进气引擎呢 扭力都是比别的竞争对手还要高 这个道理是听起来蛮简单嘛 为什么只有Mazda这样子做 别人很少这样子做呢 OK 首先我们必须要了解到 当你的这个压缩比提高的时候呢 引擎气缸里面的温度也会跟着提高嘛 因为像我刚才所说 气体被压缩就高温了 然后这个高温呢 会伴随一个副作用 叫做暴震 Knocking 所以这个knocking呢 会影响你引擎运作的这个顺畅程度 甚至会减短你引擎的寿命啦 所以呢 这是为什么多数的车都不像 Mazda Skyactiv-G这样子提高这个压缩比 Mazda Skyactiv-G是如何做到压缩比那么高 又没有什么发生knocking呢 Mazda用了三个方法来解决这个气缸内温度过高的问题 所以就变成呢 现在你就算用Mazda的车是嘛 你打RUN95的汽油都是没有问题的 这是什么方法呢 第二个方法就是呢 它采用的这个排气头段呢 是非常特别的 它是不对称不等长的421的这个排气头段 像这个排气头段跟普通的汽车所用的这个排气头段有什么不同呢 通常多数的车子呢 他们所用的这个排气头段都是4条等长的排气头段嘛 这个道理就很像呢 当你看完电影 然后要走出戏院的时候 你会发现到啊 那个戏院的出口很小 然后四面八方的观众呢 挤在这个出口啊 就变成那个效率就很慢 所以像普通的这种4条等长的421的排气头段呢 也是面临一样的问题 因为呢 你4个气缸的那个飞气呢 会挤在一个地方 变成他们疏散就比较慢 然后像Mazda所用的这个比较特别的呢 就是两条长两条短的这个不对称的这个排气头段呢 就变成呢 4个气缸的飞气呢 被分为两条路 所以他们就不会挤在一起咯 这个就是Mazda的这个不等长 不对称的这个排气头段的厉害之处啦 然后像这种排气头段呢 也是有一个副作用的 它的副作用就是呢 当你早上start车的时候呢 你的引擎还在冷车的状态的时候 它会比较慢变热啊 我们早上start车的时候啊 对引擎最好的方式就是 要快快给它到那个正常的工作温度嘛 但是Mazda这个421的这个排气头段呢 就会导致这个引擎比较慢热的副作用啦 所以呢 Mazda工程师就把它设计到 你早上start车的时候呢 它的这个进气阀门啊 这个引擎上面那个intech valve啊 它没有完全关闭的哦 所以就变成呢 你会发现到 你如果你的0G或者是你自己有用这个Mazda的车 你会发现到早上start车的时候会比较炒 那RPM会比较高 因为这个就是Mazda工程师所做出的一个应对的策略啦 就是让这个引擎快点热起来 所以如果你发现到你的0G的Mazda的车 早上start车的时候很大声 那个并不是引擎坏掉哦 那个是Mazda工程师所做的这个应对策略 第二个有效降低这个气阀内温度很大就是呢 加快它的燃烧速度 你烧的越快 那飞气就出的越快 所以呢 Mazda工程师呢 在设计这个sky diffg的这个引擎的时候呢 它的这个活塞是使用凹顶的活塞 所以当那个油跟气压缩的时候呢 它会混合的更加好啦 然后在那个点火的那一刻呢 它会燃烧的更加快更加完全 因此呢 就比较少飞气会留在气缸里面哦 第三个方法就是呢 这个方法会比较平常啦 很多车都在用这个方法 第三个方法就是喷油降温的方法 Mazda呢 它使用这个direct injection的工油系统呢 使到它工油的压力呢 高达2900psi 相比于普通的port injection呢 是超过了它30倍哦 普通的port injection差不多是90psi 它的工油压力 所以在这样子的情况下呢 这个direct injection系统呢 它工油的时候啊 它喷油进去这个气缸的那一刻呢 那个油已经变成一团雾 已经雾化了 已经雾化了 然后像这个油变成这个雾的这个气化的过程呢 它就可以带走引擎气缸里面的温度 所以这个引擎气缸的温度就会有效的降低 然后呢 另外一个不同就是呢 port injection 就是普通的injection系统呢 它是在intect valve的上面这边 供油的 所以它没有直接碰到这个引擎的这个气缸里面 所以跟direct injection相比呢 direct injection是直接碰进那个气缸里面嘛 所以这个直接碰进气缸里面这个动作呢 就更加有效的可以让气缸温度降低 所以你会看到很多大马力的车啊 高性能车啊 都是用这个direct injection的公油系统啦 或者有些公司呢 它两个系统它都用 就是它有port injection也有direct injection 就是说你早上冷车的时候 或者是你踏小小油的时候啊 踏小小油的时候啊 它用port injection 然后你踏大油的时候 它就用direct injection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很聪明的系统啦 OK今天分享大致上是这样子 我希望你可以大概有个概念 为什么Mazda Skyactiv-G的引擎 可以做到压收比那么高 却可以用RON95的油没有问题 这个就是它当中的秘诀啦 好了今天影片就到这里啦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 记得为我这个影片点一个赞 你的鼓励是我记得的动力 谢谢